唐三为了复活小五,险些失去蓝银还五魂。 甚至就不能再通过猎杀魂兽获取魂环了,蓝银黄这个五魂也就算是废了,就算他有海神之光辅助,可他为了让小五复活达到完美,一下子就将自己的九个魂环全部剥离出来,这种痛苦比剥皮抽筋还要恐怖。 可唐三当时硬是没有半分反应,实在是因为精神太过集中,他那九个魂环自然威势强大,包括了五个十万年魂环,可是魂环越强,剥离自身时带来的影响也就越大。 可以说,他这种强行剥离魂环的行为已经伤到了自身的元气,就算后来收回四个十万年魂环也无法避免,幸亏他的身体经过了海神之光的净润。 再加上自身有六大魂环,才能守护本体无恙,否则,他这种剥离自身魂环的做法,直接就会伤及根本,永远无法恢复。 小三醒了。 小五,小五怎么样了? 哥,我在呢,你别动。 小五。 泪水从唐三眼中夺筐而出,自从小五为他献祭之后, 唐三就没有真正快乐过。 看到活生生的小五出现在眼前,唐三的声音顿时哽咽。 本有千言万语想说,可这时候一句也说不出口了。